嗯 還有 其實今天都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李儀離世了 李儀其實是一個 她以前是左派來的 是老左派來的 跟司徒華一模一樣的經歷 或者跟情長相似 可不可以這麼說 那一代人全部都是這樣的經歷 因為你遇著文革初期 成長於文革初期 大家都會對共產中國有些期望 所以就加入一些左派組織 嗯 其實她現在已經很大年紀了 86歲 她上個月 其實她現在就是國安法之後 都去了台灣住 先前蘋果臨執的時候 她已經是去加拿大 之後再有國安法 她就再去台灣 方便觀察 經常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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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她過了台灣之後 其實她一直都有在自己的Facebook裡面 都有寫專欄的 失敗者的回憶錄 失敗者回憶錄 所謂失敗者回憶錄的意思 其實她自己都有提過 她在專欄的題記裡面說 單從事業 家庭 生活去考量的話 她這一生人當然不算失敗 但她回顧她一生的追求 但就是不斷的感受理想破滅 價值敗壞的悲哀 從這個角度看 就是失敗者了 其實她將她自己擺在一個 很出世的一個角度去看 其實她都很忘我 或者這麼說 小我來講 當然不算失敗 陶傑其實都有對她一個 非常之高的評價 如果你說香港沒有了她 就等於一個沙漠 只不過金錢都市 只懂得賺錢 只懂得賺錢 但是其實她的貢獻 對她自己說得很重要 但她的寫作主要都是政治類 偶爾也會有一些影評 當然她的影評就離不開對視局的分析 是 是 她說一生經歷過三次的希望與衝擊 尤其是她講到關於理想上的破滅 當然是因為她早年的時候 都對共產黨有一個期望 她以前也扮演一個左派刊物 其實在七十年代 她自己扮演的青年書刊 就是七十年代 講兩岸三地的政局發展 其實她在七十年代初期的時候 這本書其實是受中共之助的 但問題是她怎樣下來呢 你根據讀媒的說法 原來就是她跟老婆梁麗兒 和女兒在深圳一打三反的運動 被紅衛兵抓住 她不斷批鬥虐待 頂不順才下來 頂不順才下來 她有一些影響力 她的主張有一個影響力 所以她當時開始 她正正最尷尬的時候 九十年代這本雜誌 其實兩岸都受到封禁 不出奇 因為台灣那段時候 都是黨禁保禁末期 黨禁保禁末期就是最 你的檢查是最嚴格的那段時候 所以就剩下香港一個清泉 嗯嗯嗯嗯 她所謂的三次衝擊 第一次當然是文革 四人幫倒台是她第一次衝擊 文革結束了 之後第二次衝擊 應該是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以至六四之後的事件 就是第二次衝擊 而第三次衝擊 當然是跟香港有關 國安法的實施 對香港的前景沒有希望 所以就移居了台灣 所以如果在文人的角度來說 其實她對香港有一個使命感 我想是 就是整個大半身人 因為她是透氣的地方 是 我記得其實 以前我也有看過那些文章 有時候你看完那些文章 都不知道是她寫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蘋果日報 那些寫論 那些評論她有份寫的 而 07年開始寫的 寫得倒閉為止 對 而她也是很支持香港的 年輕人抗爭 她最後一篇文章 其實也是提及過 香港年輕人的抗爭 那 我也很奇怪 其實這個 令一的警員 其實她對她的評價 都不是太差 令一是很繁雜的一件事 原因就是她真的收了很多手作 平時如果不是那麼敏感的話 就任你寫 任你寫 有紅線 就好像明報那些 是的 是 希望她得到安息 無論是陶傑也好 沈西成 其實對她的評價是非常之高 沈西成其實是第一個 報她的附文出來 好像我看到 沈西成第一個說的 魏康也好像是第一個 是 魏康 魏康也是她 魏康也是她 所以我想沈西成 其實在他們當中 這一代的文人裏面 是一個組織者 是的 很感謝淘謹申 不是民主黨的淘謹申 是我們的聽眾淘謹申 我們的聽眾淘謹申 課金 有回應民意 改善收音的質素 還有汪尼崔 就說剛才那個摩洛哥的人 來了分眾扯什麼旗呢 當然是拆吧 你看到自己戴綠毛眼火爆 還看到你紅當蕩 整套都是旗 督眼督鼻 那就拆掉了 希望李儀得到安息 其實我覺得他的文章 其實很多時候對年輕人 其實是有一個動力在這裡 好像他這一代的人 好像他這一代的人 他現在都86歲 我們經常說廢老廢老 是不是真的老就一定廢 在李儀這個例子 就很清楚了 他給了一個很好的例子給我們看 就是老可以不廢的 有很多人是老而不廢 李儀是一個 現在還在生的 譬如你說肥佬黎 還有何俊仁 陳日君 陳日君 陳日君年紀更大 他九十幾的 所以我們經常說 不是針對老人家 但是就是針對一些 因為自己老 已經突然之後 就用自己 就是大半世人 那個人生經歷 就可以欺壓年輕人 就是說我吃鹽就多過你吃米 最好你就沒有人搞事 不要搞事 喂大哥 你就算你抗爭也好 等我過身 你才去搞 是不是 我上了案的 你為什麼搞我呢 有很多人都這樣想的 尤其是香港商界 就最普遍這些想法 是啊 誰啊 陳健波就是這樣 大哥你搞我做什麼 收成旗 我收成旗 我代表很多人說話 他這樣說是沒錯的 他真的代表一班廢佬去說話 自己賺錢 自己享受 自己硬硬腳退休 然後自己安享無憂 但是 正如你看看李儀 李儀 他自己真的可以安享無憂 但是 是不是因為他自己一個人 經濟上沒有困難 在文壇上面也享負成名 就可以目空一切 對香港的時事 政治 國事 所有事情 其實就是關人隱事 其實他這個 他給我的感覺 其實他就是 比較有抱負 理想 還有他這種赤子之心 不會因為他是年老 而是磨蝕了 是吧 那 你即使說年輕的話 你見到陳詠欣、李梓敬那些 又是好人嗎 是 就是 我剛剛錯過了 你剛才說前輕交流會 前輕交流會最搶眼的 就是工聯會的陳詠欣 就是希望政府支持網紅 支持網紅 是呀 你不打壓就多得你不少 作為一個網紅都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科技 哪有人說自己是網紅的 真是 笑到粒子 收皮啦 陳詠欣 是 真是 他講笑兩句 假新聞已經是借天借地的 那一隻就 是 是 就是 你 我們剛才說的李懿 他說三次衝擊 又說自己是失敗者 其實他怎樣去視自己人生的滿足 或者是起起伏伏 其實他是跟香港的命運同步 你香港成則我成 香港敗則我敗 有這樣的抱負的人有多少 其實是 雖然他離開了香港 他在台灣 也沒有忘記香港的一切 沒有忘記過香港的年輕人 因為抗爭的付出 沒有忘記了他們 其實他在九月中的時候寫了一篇文 其實都對這些年輕人非常牽掛 他最後在Facebook裡面的貼文 就是說 作者有病 失敗者回憶錄 暫停掃天 沒有大礙 不勞各位牽掛 我記得他最後一篇文 想忘記 又不能忘記的過去 其實一直都在說年輕人 這個是非常難得的 他引用米蘭坑德拉的說法 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 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所以他才把所有的東西寫得這麼詳細 雖然我沒有跟他有私底下的接觸交往 但是好像上個月還是幾個月之前 好像大概半年 近期而已 我看到他在我Facebook 我以為是那些不知道什麼人 有些人就是亂無形的 有些人沒有樣子 有些人有 我看到他在我Facebook 如果他像李儀那樣 就是一個名人 也很難用言詞去形容他 但他在我Facebook 我猜他可能有聽過節目 有留意我們 雖然我沒有見過他 沒有跟他有交往 沒有吃過飯 如果他真的有聽我們的節目 有留意我們 除了他記掛在香港的一些年輕人之外 還去留意我們 留意我們的評論 其實我都覺得是非常之榮幸 Jerky正說今年都很多人過世 是的 今年很多人過世 是魏康 還有一個我們沒有說過的 就是魏凡之 魏凡之 雖然近幾年他很親中 也寫神話 我覺得他也是個奇人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過 李儀的文章 其實他以前除了寫文之外 他也有出席大學的論壇 港大的六四論壇 他也有出席 中大也有 當年23條 他好像也有說話 就算是 你記不記得 拍梁天琦 《地口天高》那個導演 那個年輕女導演 都找他拍過的 好像拍過一套 類似回憶錄的電影 《亨槍集》 《座漢集》 《座漢雲起時》 《座漢雲起時》 他就說他自己生活很枯燥 但其實他是一個 他有點像司徒華 他也很有紀律的一個人 剛剛有課金 林梓榮 Chan1991D 謝謝 林梓榮 是林梓榮 那個女導演叫林梓榮 那個女導演叫林梓榮 跟她有個交流交往 我在這個面對面 其實我更加深刻 比較多一層認識 就對李怡先生 其實她也是一個 她自己說自己不善交際 他也也一樣 他也一樣 對李奕 對李奧 他也一樣 太明顯的 我